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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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得将今日所见穿出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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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帝君 小仙乃是 藏法阁的小仙士 今日不是有意闯来 有意叨扰 您放心 我的口风绝对严密 不会将此事传出去的 神书危险 我先将帝君您救下来再说 不用了 我只不过是一个罪人 我不再是帝君 先莫之人 罪责在我 如今 我已经中了无妄之火 无药可解 我愿自负于此 你不必浪费口舌 您怎么会如此想呢 您为天界做的贡献 大家都敢安在心 刚刚在瑶池盛宴上 弟尊还夸念大义呢 你去了瑶池盛宴 嗯 那你可看到 创世英雄传这出戏了吗 嗯 嗯 先前听完 有一个大胆的小仙士 想重演创世旧事 只为向帝尊求一份恩典 如今 他演得如何 可曾实现心愿 嗯 演出非常成功 得到了满堂的花彩 各路仙君 都非常地赞赏 若是应援君到场的话 也一定会很喜欢的 好 实现了心愿便好 嗯 本君 我现在这副模样 不过是突惹伤感 如此 也再无遗憾 你走吧 小仙自职 叨扰了应援君休息 自该弥补 看样子应援君 应该是很喜欢那出戏 也十分地好奇 小仙记忆力特别好 那就让我 为您说上一段吧 这出戏可热闹了